为什么饭店做的尖椒干豆腐那么好吃 答案就在这个视频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准备几张干豆腐 先这样对半切开 叠在一起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然后再改刀切成宽条 切好后用手把它们都抖散 抖散后装入碗中备用 下一步准备一根尖椒 然后像这样切成滚刀块 这样辣椒的根部就切下来了 然后准备姜片葱花放碗中备用 再来拍三颗大蒜 简单的切成蒜末放一边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点猪肉 切成均匀的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下一步锅中烧水 水热之后下入干豆腐 然后加入一小勺小苏打 加入小苏打可以让干豆腐 吃起来口感非常滑嫩 用大漏勺推动一下 水开之后焯水两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把干豆腐捞出来 再过一遍凉水 冲洗一下 现在把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下入五花肉开始煸炒 五花肉翻炒至发白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入葱姜末 翻炒两下炒出香味 然后顺着锅边淋入料酒 去除掉猪肉的腥味 翻炒一下 接着倒入适量生抽 接着倒入适量生抽 翻炒均匀后下入尖椒 再简单翻炒几下 倒入适量清水 然后加入一勺盐 下一步把干豆腐倒入锅内 用铲子稍微整理一下 现在下入适量味精 等到水开之后 稍微煮两分钟 这个时候尖椒和干豆腐的香味 一点一点的就出来了 稍微翻炒一下 两分钟之后倒入适量水淀粉 把芡汁收到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 然后下入蒜末 把蒜末和干豆腐充分翻炒均匀 这道东北印菜 尖椒干豆腐就做好啦 现在就可以出锅装盘啦 哇 真的是太香了 闻着就流口水 简单又好吃的尖椒干豆腐 大家都学会了吗 赶紧收藏起来去试试吧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观看更多美食视频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啦